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士多猫TV 我是Alan 今天来说移民的话题 最近收到很多成功申请定居证的好消息 乔生回台的有 医亲的有 投资移民 新制旧制也有 专业移民的有 有胡理师 律师 文化界别等等 当然也有很多需要保留观察半年 一年等等 印象中 专业移民批是比较多的 投资移民相对比较少 其实陆委会和移民署有听到香港人的声音 是有做一些事情去帮香港人的 就像之前 很多胡理师说来到台湾 他们是没办法报到考选报的考试 所以他们没办法拿到证照 而去符合定居的条件 那时就很徬徨 很多胡理师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我听到消息就是 有胡理师是没办法考证照的 都没办法找到相关的工作 他找到其他工作之后 移民署是批准定居证的 最近陆委会都开了不同的座谈会 以我所知 在淡水和林口都有 就和香港人分享台湾批核定居证的一些情况 以及解答香港人的一些问题 他们也特意设立了一条专线 去帮香港人处理定居的困难 电话是02 2700 3199 他们还特意聘请了一些会讲广东话的员工 专门服务申请定居的香港人 我知道是有香港人去这些座谈会 和打了这个电话之后 是解决到他们申请定居的问题 成功申请到定居证的 如果你是那些很卡的案例 例如胡理师 考不了政治那些 你可以试试打我的电话 02 2700 3199 有专人Case by Case去帮助你 我记得一年多之前 我收到一个观众的PM 其实他是专业移民过来的 他是中医来的 一样都是在那个情况 是考不了证证 所以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 申请到定居证 而且那时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朗 很多香港人在网上一路聊天 大家愁患很惨 我就聊得很害怕 他送信息给我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很沮丧 甚至有点益屈 他会觉得带儿子来台湾生活 是害了儿子 因为他怕儿子要再次回香港 接受那些教育 如果你还在台湾 而又看我的视频 你还未申请定居 记住打个电话 找人帮你 希望你能够顺利成功申请定居 虽然最近成功申请定居证的数量 是多了 但是无可否认 这一两年申请定居证 比以往都是严格和困难 移民的政策就是时松是紧 尤其是现在有这么大量的香港人 来了台湾 是以前的10倍以上 加上又有对岸关系紧张的问题 而且移民署又发现很多香港人 拿到身份证之后就离开台湾 也不止投资移民的香港人 错信了移民公司 原来谈生意是假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审批比较严格 其实我自己和我认识在台湾的香港人 都是理解移民署的这种做法 不过其实我想说 到这一刻还留在台湾的香港人 我相信他们是真心想留在台湾生活 而不会一拿了身份证就走了去 因为现在要申请移民来台湾 比申请移民去英国和加拿大 其实是更加困难 需要的钱是更多的 因为其实香港人申请去加拿大和英国 其实可以立即落地找工作 但是台湾拿着居留证 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甚至有些居留证是不能够找工作的 所以其实我相信 到这一刻还没走的香港人 是真心喜欢台湾 想移民来台湾的 起码我认识的香港人都是这样 VPN是虚拟私人网的简称 可以令你更加安全丝密地上网 它可以隐藏你的IP 加密互联网使用的流量 黑客就没那么容易追踪 和盗取到你的个人资料了 Surfshark VPN有Qmap功能 它会帮你阻挡广告、追踪器、恶意远看 和网络钓鱼 除了保证上网安全之外 你还可以用VPN转地区去看剧 和网购等等 Surfshark是唯一一个VPN 在全球100个国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你是不限使用设备 如果你有兴趣使用的 我们的Info Box 里面有网络 你进去就可以登记使用 其实我觉得台湾 批香港人来台湾定居 其实是可以做到win-win的 因为台湾这一两年很缺人做事 其实我最近发现淡水 很多店铺顶羊倒闭 原因不是没有生意 其实是挺好生意的 原因是请不到人 不论是厨房、外场都请不到人 我们认识一些朋友开店 他都说很难请人 所以如果移民署批香港人定居 其实是可以令到更多香港人去找工 譬如我这个案例 Joyce投资移民来台湾 我是随行他来的 在案外有身份证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能在台湾工作的 我只能够陪着他或者做义工 另外譬如乔生回台 或者专业移民那些 就算他们可以去找工 但他们找工的要求 是比本地人难的 很多公司都不愿意去请没有身份证 只有居留证的香港人 所以移民署如果批香港人的定居申请 其实是可以帮补到台湾的劳动人口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相应的局面 因为香港人其实是很勤劳 很愿意去工作 就算有钱的香港人 都很少游手好闲不做事 是不会成为台湾的负担 我很多朋友是移民了去英国加拿大 其实他们卖了香港层楼之后 他们去到英国和加拿大生活 基本上他们是完全不用做事 都够钱用的 但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差不多全部都是有找工作 有找回自己的专业 也有不介意做低下阶层 做工厂的也不少 所以香港人是很乐意去到工作 去到贡献社会 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更加不会abuse了社会的福利system 当然有一小部分老鼠只会这样做 但绝对不是大多数 所以希望陆委会和移民署 都信任仍然留在台湾的香港人 是愿意在台湾生活 是愿意去贡献这个社会 不会为台湾带来负担 可以快点批核申请的香港人 取得定居证 另一方面 都再次劝语香港人 不要再在网上去到骂 其实骂是没用的 你罵只会令到本身支持你移民来台湾的台湾人 都不支持你来这里 其实我看到影片下的留言 我都发现了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有些观众我认得他 本身开始他们是支持香港人来移民 但近一两年他们开始反对香港人来移民 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去罵台湾 令到他们的观感觉得很差 台湾移民的政策的而且确是有改善的空间 制度的而且确是不够完善的 因为台湾一直都不是移民的社会 你突然之间有这么多香港人移民来台湾 其实他们未遇过这个情况 我们是要给他们时间去处理 和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 当然我们遇到移民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发声 其实我都是用一个柔和谦虚理性的态度去反应 才能够处理到这件事 骂是对这件事没有帮助的 反而是有反效果的 不要再向那些移民群围络 你越看越不开心越忧虑 因为上面其实是有很多不实的消息 有些是大风向挑拨港台的关系 譬如之前听到传言移民署有配额 年初就批了 所以年底就不批了 这个很明显现在已经证实了是错的 因为最近这么多成功申请定居 都集中在年底 最近批了这么多 又有人在这里说 因为大选 所以台湾就批了 这件事稍微用理性分析下 就知道不合逻辑了 未有定居证的香港人 根本就没办法去投票 其实没有需要去平衡这些香港人 我也不相信有香港人 因为移民署批了比较多香港人 而去投某个政党 而且那些政党的政缸里面 也没有说我们会支持 批多些香港人来台湾的政策 所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之前也有人传言 旧债要更新债 要请两个人 要开店 最近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旧债 他没有请人 没有开店 一样成功申请定居证 我想最主要就是看 你有没有真实营运的生意 至于移民署眼中 如何为止真实营运盘生意 其实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条件去说明 如果大家有疑惑 你可以打个电话去试一下 这条就是2024年的第一条片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更加希望留在台湾的香港人 成功申请定居 可以在台湾安居乐业 这条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你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条片再见 拜拜 下条片